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 亚米契斯 优秀的学生 大家都喜欢卡龙 也都佩服戴洛西 戴洛西曾经得到过一等奖的奖章 今年也一定会拿到的 大家都承认戴洛西的美门功课都特别好 没有人能超过他的 算术 语文 图画 体操 他美门功课都是第一 而且他记忆力很强 似乎不用刻意去记什么东西 就自然而然地记到了心里 老师布置的课下作业 他都能轻松地完成 在他看来 学习就如同玩游戏一样简单 老师经常对他说 戴洛西 上天给了你独特的恩惠 你很有天分 但是你要格外珍惜他 不能让他悄悄溜走 更不能白白浪费啊 戴洛西身材高大 长相英俊 有着一头金色的卷发 别看戴洛西身材高大 但他身手敏捷 能够像猴子一样 用两只手撑着桌面 很轻松地跨过桌子去 他性格开朗 大家也都愿意和他玩 考试的时候 他都尽可能地帮助大家复习功课 大家也都很尊敬他 平时没有人对他说过火的话 做出格的事 不喜欢戴洛西的 只有诺贝斯和弗兰蒂 而瓦提尼则非常嫉妒戴洛西 不过戴洛西从不放在心上 每当戴洛西像往常一样收作业的时候 大家都会微笑着把作业递给他 或者轻轻地捏一下他的胳膊 他还经常从家里拿来一些带画的报纸 或者画报送给大家 他还专门为卡拉布里亚少年 画过一幅卡拉布里亚地图呢 在我看来 戴洛西就像是一个十分谦逊的施主 他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自己最喜欢的东西 他可以对每一个人都保持着亲切的微笑 想起这些 我就觉得自己很不如他 我盯着他看了很久 心想 戴洛西 你真的是我学习的好榜样啊